丁克是什么意思 随着信息科技发展的迅速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或者在上网的时候 常常会听到和看到一些陌生的词汇 让人摸不着头脑 比如丁克 丁克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丁克是英文DINK的音译 它的英文全称为Double Income No Keys 意思是双收入却不要孩子 丁克是指那些具有生育能力 却选择不生育的人 除了主动不生育 也可能是主观或者客观的原因 而被动选择不生育的人权 丁克家庭的夫妇 主张摆脱传统婚姻生活中 传宗接代的观念 更倾向于过有质量的 自由自在的二人世界 生活中 对于大多数中国年轻人来说 这个词汇早已不再陌生 近年来 丁克家庭在城市青年 尤其是白领夫妇中的比例 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丁克一族不要孩子的主要理由是 不愿意一辈子为子女操劳 想尽情地享受二人世界